好,那么在写完了调试代码以后,那么在进入lowlevelinit.s的文件的分析以前,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基础知识点,就是关于编译的基础知识。 我们通常所说的编译呢,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比方说我们说把某个文件原代码写完以后,然后编译一下运行,是吧,这个编译带引号的编译,这是指一个宏观的概念,它其中至少包含了三到四个子步骤,子步骤里面呢,一般至少又包含这个微观的编译,还有汇编,还有链接,还有生成二进制文件等等一系列步骤。 那么我们这里呢,来画一个图,来详细的剖析一下,这个几个过程之间的关系,啊,好,第一个,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微观的编译,这个微观的编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原文件叫main.c, 编译这个过程就是会先把main.c变为main.s,就是把一个c文件变成这个具体的汇编文件,那么这个编译的英文叫做compile。 好,当然在编译以前,如果你再递到一点的话,前面还有一个预编译是吧,这个叫预编译。 所谓预编译的意思呢,就是把那些c文件前面的头文件给展开,比如说有一个include展开,贴到这个c文件前面,把一些红的define也展开,把这个具体的值带到程式里面某个地方,就是展开。 这个预编译一般叫做precompile,是吧,好,预编译,编译,那么编译完了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main.s,下一步进行什么呢,下一个过程叫做会编。 会编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main.s文件,刚才生成的main.s,变成一个main.o文件。 这个所谓点o呢,就是objective,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目标文件,obj文件。 那会编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assembly。 好,得到这个.o文件以后呢,我们其实这个文件还是不能运行的,不能直接运行的,还要再进行处理一步,下一步什么呢,叫做链接。 英文叫做link。 链接就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这个文件不只是一个main.o,是吧。 比如说main.o里面还要调用一些其他函数,在别的文件里面,比方说的xxx.o,等等等等,一些一系列的.o文件,然后把它们拼起来,并且把它的地址值,实际的地址值都装入进去,连接成一个不带后缀的main.o.o. 可以理解成把各种点o,把各个点o文件全部拼接起来,拼成一个main。 这个main的文件的格式呢,叫做elf文件。 注意,这个main格式的elf文件呢,一般来说,你要放在操作系统,比如说在linux里面,就是直接可以运行了。 但是,这个main把它稍写到sd卡当中,或者把它稍写到flash当中,是不能直接运行的。 因为为什么呢,以前我们说过,这个文件里面还包含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调试信息啊,什么断信息啊,码信息啊,不是纯粹的二进制文件。 所以这个文件,你放在那个linux操作系统下面能运行,但是放到裸板上面是不能运行的。 所以还要再经过一个步骤,叫生成二进制文件。 一般,我们用的是objdump这个命令。 叫objective dump,再输出一下。 然后呢,这个会把main这个文件,就是elf格式的文件。 变成,把里面的无用信息全部剥离,只剩下赤裸裸的二进制可执行的机器代码,把它变成一个main.bin文件。 好,这个文件的大小要比这个main文件小很多,因为一些无用信息全部剥离了。 然后这个main.bin这个文件呢,你就可以直接烧写到你的SD卡当中,或者flash卡当中,flash当中,在裸机当中开始运行了。 好,刚才那个elf文件说明,展开一下,再顺便展开说一说,这个elf的全程是Executable Linking Format,叫可执行的链接格式文件。 好,那么理解了这一系列的过程以后,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宏观的编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么多内容合在一起,统称为编译。 注意,这个是打引号的编译。 那么为什么把这么多内容统称为编译呢? 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啊,这个步骤,就是这个微观的编译啊,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占据了一个最大的大头。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系列过程统称为这个编译。 其实它里面是分成很多小步的,小步骤的啊。 所以这个GCC这个名称啊,我们把它写出来,GCC,这个已经不是它当初创立的时候的那个意思了。 GCC在创立的时候这个名称叫做GNU,然后是C,就是指C语言。 C语言,C compiler。 而现在呢,那个GCC已经进化了,不只是可以编译C语言了,把这个链接啊,汇编啊,还有其他文件的编译器全部做进去了。 所以现在GCC的正式名称叫做GNU,Compiler,Collection,Collection的意思是集合。 也就是说现在GCC是这一系列的工具的一个集合。 所以我们在那个开发版的裸版当中可以看到一般这个开发版的工具的提供商,就是说比如说是我们用的是ARM,有散之币的ARM,这个开发版,它提供了一个叫开发工具链,是吧? 这个链的意思就是指从编译到汇编到链接这一系列的工具的集合。 那么这Collection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它现在不只是可以编译C和C++,还有点S汇编文件。 现在的GCC已经功能非常强大了,包括你可以编译Fortune,Pascal,Java,甚至Objective-C,就是苹果上的Objective-C也可以在这个GCC上进行编译。 好,那么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呢,下面我们就会设计一个实验来一步步的操作,来手动的完成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步步的过程,一步步的这个步骤, 让你一点一点看到这个步骤在微观上是怎么进行的。 那么非常有助于你理解整一个U,整整整的一个U-book的生成过程,包括以后的操作系统,它的生成过程也是这个样子的。 好,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实验的大体架构啊,我们这里再画一个图,目前呢,我们会开一个文件夹, 比方说我们建立一个myboot,新建一个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呢,我们自己写两个文件,一个叫mystart.s, 然后第二个呢,叫mylowlevelinit.s,那么这个是干什么用呢? mystart里面,它的作用是初始化GPIO,初始化GPIO,它的这个lowlevelinit呢,我们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点亮LED灯, 那么本来在我们刚才那个实验里面,就是修改U-boot正规的start.s里面,我们这两个函数啊,或者说这两个子过程啊,是放在同一个文件, 也就是start.s里面进行的,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现在有意把它拆解到两个文件当中,具体的再看一看, 它们在一步一步这个地址和链接跳转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原来那个图。 从这个图上看到,由于我们现在生成的都是.s文件, 那么编译这一步,首先我们这里可以审阅先不看, 那么我们这里只是详细可以实现的是下面的一些步骤,就是汇编,链接和生成二进制文件。 那么我们这里一样画葫芦,把刚才这个过程写到这个地方, 做成实例,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汇编。 汇编是怎么做呢? 然后它会把这个mystart.s变成mystart.o, 然后它还会把这个mylowlevelinit.s把它变成mylowlevelinit.o, 这个就是汇编过程。 这两个变成.s变成.o的这个过程啊, 都是我们手动书命令实现的。 那么汇编后的下一步呢,叫链接。 具体在这个实验当中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是把这两个文件统合一下,统合一下,或者这么话。 生成,连接起来,生成一个叫,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myboot。 注意,这个文件是elf格式的,生成一个myboot,这个叫可执行性文件,但是不是二进制文件。 最后呢,我们还要输入命令,做一件事情就是,生成二进制文件。 申请二进制文件怎么做呢? 就是把myboot,再把里面的各种调试信息,断信息,全都剥离,变成一个myboot.bin。 是不是跟我们的uboot的过程很像,是吧? 然后最后一步,这个myboot.bin当然是比较小的, 跟这个myboot相比,它的内容会,它的那个尺寸会小很多。 最后一步,就是把它烧到我们的板子上去,以前, 还有一个不要忘了,叫制作镜像。 制作镜像还记得吗? 就是用我们刚才一个生成的makev210工具, 把它变成一个myboot.bin。 16k,好,完了,再把这个文件稍写到SD卡当中去, 看看LED是不是亮,然后这个实验我们就完成了,好吗? 好,这里全部展现一下。 好,闲话少说,接着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建立一个myboot的目录,是吧? 好,我们进入这个目录,然后呢,编辑我们的第一个文件,叫mystart.s。 好,还记得程序的第一句话应该怎么写吗? 记得我们前面说过,ARM这个芯片一开头的头一段代码内容是处理异常向量,是吧? 好,那么我们前八句话都应该贡献给异常向量的处理代码。 B,reset,第一句话,是吧? 第二句话呢,我们这里因为没有处理异常向量的代码,所以即便发生异常向量,我们都让它到reset这个地方去处理。 那么也是B,reset,一共写八句,是吧? 那我这里不一句就打了,用vi命令复制粘贴,复制的命令是yy, 然后呢,粘贴的命令是p,注意,小写的p是粘贴在本行的下方,大写的p是粘贴在本行的上方。 好,这里我们粘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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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粘贴八行。 接下去呢,就是我们正式的reset代码的功能部分了。 好,我们收入reset标号,是吧? 第一句处理呢,怎么写呢? BL跳转到gpioout,就是设置gpio,那当然gpio这个子过程我们现在还没有写, 待会儿在下面这部分写。 好,第二句话呢,就是要BL,LED,我们比文说不要点亮LED1了,点亮一个LED2,2,已是区别。 这个LED2注意啊,我们这个LED2on这个子过程,我们现在就会把它放到, mylowlevelinit.s里面去实现,好,最后呢,就主要就是这两句代码,接下去呢,为了跳开流水线啊,等等一些麻烦的事情,我们就写一些打酱油代码了。 mov,是吧,20都号,或者太开了,20都号,21,mov,这些代码都是没有意义的啊,21,22,我写这些代码的意思就是让它跟前面空的稍微开一点,开一点,等会我们分析的时候可以跳开那个流水线的加8那个指令。 好,22,23,然后写个五句话应该够了吧。 好,最后这一句话比较关键,就是让它进入一个死循环,是吧,我们可以就是永远循环在这里,不要跑飞,也不要卡住,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 那么死循环其实很简单,一般我们会写loop,然后呢,这里有一个b跳转到loop,但是我们这里不这样写,因为这个太简单了,一般在代码当中,或者在内核,Uboot的内核代码当中,或者Linux内核代码中, 它们会用一种更加,你可以说是优雅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更加绘色的方式也好,来这么写,它们这里建一个标号叫e,然后呢,叫b,跳转到e这个地方去运行。 那么e这个地方呢,它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两个e,比如说这里设了一个标号e,这里又是一个标号e,那么这个不是重复了吗? 没关系,它们在这里会写一个b,b的意思就是back,往回跳转,或者说,就是说这句b,eb的意思就是说运行到这句话以后,再次跳转到这个标号去运行。 那么如果要跳转到下面这个e去运行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写一个ef,就是跳转到下面这个前面那个e,这个标号出去运行。 这个for呢,这个不是for,这个f的意思呢,你可以理解为forward,就是向前,就是说我代码比如说从上往下,这样再向前运行。 这个f就是往下,就是往前,到我还没有运行过的地方,这个b呢,back呢,就是指已经运行过了,再往后面的那个内容。 注意这个地方很晦涩,以前我在这个b和f这个地方搞了很久,最后才搞明白还有那个核心用意。 好,我们这一段略过,接下去呢,就是我们这个gpioout这个代码了。 这个代码呢,我们这里不用打了,从上一个vi,就是我们前面写过的start.s当中,直接复制过来。 好,这里再说一说,怎么样在两个vi当中复制文件啊,就是怎么样用vi复制两个文件当中的内容。 我们知道一般在windows当中很容易,是吧,框那个选中一段,然后呢,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vi这个纯文本环境当中使用这个还是有一点技巧的,我们这里稍微讲一下,反正也用不了几分钟时间。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一般在vi当中复制。 比方说我这里有两个文件,一个是a文件,一个是b文件。 我现在要把a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复制到b文件里面去。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步骤呢,一般你去网上查一些资料呢,可能他们写的比较复杂,看起来比较难懂。 其实只要你跟着我们这里做一遍呢,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看一遍这个动态过程啊,就完全都会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 谢谢大家。